最近热播队给德华约维德两年底薪合同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也有不少球迷好奇,最近维德去了哪里了? 前几年每到到休赛期,他都会约上詹姆森或者保罗、安东尼去一校海边度假,而今年的报道少之又少,但有意思的是,有维教拉普记者报道说,维德正在西雅图筹划创建一支NBA球队,其实维德想创建NBA球队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早些时间,维德接受采访时就表示,将来会在退役后想投资一支NBA球队, 我会尝试买下一支NBA队伍,我确实想成为一支球队的所有人,现在我没有这类生意,但我确实想成为一名球队的所有者,并宣称要将新日的西甲图超音速带回来,格兰特希尔买下了亚特兰大老营队的股份,沙奎奥尼尔拥有萨克拉曼托国王的股份,我想这一直是我想要的。 目前,他在商业领域已经建立一个自己的品牌,经营的领域,涉足行李皮箱,鸟臼,袜子,亚索装置,所有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,雷雷很自信的说, 他说也有在征求朋友和投资者的意见,包括张姆斯,安东尼,他表示但这首先要等到我退役,等到退役那一天的到来,显然,现年36岁的德华人维德,显然已经在为自己的退役谋划错路了。 当然了,以他的智慧和魅力是足够吸引一大批粉丝和投资人为观的,不过也有粉丝表示出一点遗憾,如果他现在就打算当球队老板了,那他一直离退休不远了。